覺得它是拉提是不是 妳的右半邊好像真的往上了 好像前面對我比較緊實 而且先碰碰的緊欸 很猛喔 我老公說 你手頭這麼緊 你就在家裡 我幫你弄這些東西就好了 那有沒有東西可以在家裡 就可以就是有搭搭搭的東西 就是那種居家 院線美容的東西 他說你上網搜尋一下 我就搜尋到一台 非常厲害的東西 大家都知道 你知道韓國醫美非常厲害 這台就是 韓國最新的雙肌模式 就是我們在家裡面 就可以居家做美容 然後厲害的是 它這個 RF是類音波 EMS是類電波 就是可以讓你有熱能的效果 同時在 有類電波的效果 它是拉提是不是 它是一鍵就有五個功能 就是剛剛按的第一個 RF是它的D檔 就是類音波的功能 它只有電的是不是 它是會先熱 然後你再開始 可是會不會痛 像剛剛用橡皮筋色會痛對不對 這是完全沒有感覺 它是完全不會痛 它這個第一個是D檔的功能 然後再按一次 它是會變高檔 然後再按一次 這個是類電波 就是它會打得比較小力 然後再按一次是 比較大力 那我再按 按這個 RF加EMS 它就是 先熱完 電 我現在開始要塗上戒指 就是輕輕的麻膜上去 對 讓它比較濕 濕潤 一定是潤滑的感覺 然後它電流也可以捷徑 導入 那老公你先幫我示範一下 就是女生很在意的這個下二線 還有輪廓線 輪廓線 有變 太浪漫了吧 從後面到的 可以緩慢 它很享受的樣子 好像滿舒服的 沿著這個微笑機有沒有 微笑機的下側這樣子 把它帶上來 然後一個地方可以停頓久一點 它會熱敷同時又 打打打打打 很舒服 打打打打 Rose你還要活著嗎 你知道時間就享受去了好不好 這很舒服 這邊還滿舒服的 它等於就是可以每一天 日常自己保養 像我自己的保養方式是 早二晚八 早上就是兩分鐘 晚上八分鐘 去幫你的臉去做拉提 而且可以讓你化妝更迅速 因為你知道之前 你就在那邊修修修這個容 像你不用修 就是側邊的輪廓線 就會非常的 非常明顯 然後因為你知道 女生很容易就是會有一些 法令紋的部分 這個木耳紋也是很多女生會在意 那我示範一下 怎麼讓我們的木耳紋可以變淡 就是從下巴開始 好往我們這個 木耳紋的地方 然後再往上 到太陽穴這邊帶出去 動作都要非常的慢 非常的溫柔 然後我也會加強在我的這邊 蘋果肌的地方 你看它這樣打打打 好像很有力 你們會以為很痛 但其實它完全是不會有痛感的 因為我自己是很怕痛的 就是我這樣弄起來 我覺得是非常舒服 蘋果肌的地方 可以讓它做畫圈的方式 可以比較溫柔 然後這個地方轉幾圈以後發現 這邊好像變得比較水 比較膨潤的 你知道女生都很怕 你知道會看起來就是 BOBO BOBO的苦苦 那這樣抬頭紋也可以嗎 抬頭紋也是我最塞 因為抬頭紋很容易會嫌老 就是因為你知道我平常出去 就你好 你好 你好 這樣抬頭回去 你知道我瞬間老十歲 那額頭沒有睹到額頭 從中間這樣往上 然後慢慢的再往太陽穴 慢慢的從中間開始 只要經過這兩分鐘 你們發現其實我的臉 其實這半遍是一直在微笑的 這邊往這個 有點往上提的感覺 往上提 對 而且我覺得抬頭紋變少以後 你覺得你的視覺 你真的會再少個五六歲 好 我們看一下那個 有啦 嘴骨 你的右半邊好像真的往上了 好像起來在那裡比較緊實 而且像膨膨的緊 很猛喔 這邊很明顯 其實是一下下而已 才兩分鐘 我晚上是會用八分鐘 你臉都歪掉了 對 我整個臉歪了都會 好厲害喔 你看 你臉整個歪掉了 你那邊變小了 你臉都不夠 這邊整個往上 而且一邊好紅瘋 一邊沒有 真的 而且我的法力紋真的變得很淺 但是這就是你真的要每天用 對 維持住嘛 每天保養 因為像我的朋友 他們去打那個 那個醫美 然後這個呢 就是他說 他原本從800發變400發 就是他可以延長你去打醫美的 就是醫生說你可能一年後 半年後來 他可以一年後再來 他可以維持那個他的效果 所以我覺得更棒的是 他是增加我跟森達之間的情緒 謝謝 謝謝